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我是石方 今天是1月19號 星期四 本集視頻的內容有 習近平視頻拜年 面色疲憊 動態清零 耿耿於懷 要出示 御林軍緊急換將 習晉升軍中黑馬為上將 據新民調 川普在總統初選中領先德桑蒂斯 納豆滋生的益生菌可對抗超級細菌感染 廣州白雲機場擺放這個雕塑 不幸辱華了 如果您希望收穫最新的重大新聞 分析和內幕 現在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視頻拜年 面色疲憊 動態清零 耿耿於懷 習近平1月18日向全國各度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往年他會在這個時候選擇去一些地方和人家訪問 比如進廚房 接鍋的故事 就是這樣發生的 今年則改為視頻連線慰問 他在慰問時說 對大流行病以類甲管是正確選擇 法廣報導 電視畫面看 習近平獨自站在前面 看起來面容憔悴 講話低調 偶爾似乎做出努力微笑的樣子 李強等一眾常委和高官分戰兩側 各個直立 積無表情 而選擇慰問的各族人民和基層幹部群眾 也一個個似乎被嚴肅的氣氛感染 站立著肅然聆聽 習近平稱 對大流行病以類甲管 最大限度降低了重症類和病亡類 有力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等 這似乎是從北京被迫放棄清零措施以來 中共領導人最明確地在不體清零二字的同時 為造成重大人道災難的清零政策辯護 變種奧米克戎大流行後 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採取了與病毒共存的政策 而習近平仍然要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包括上海在內的眾多城市省份遭封鎖 造成嚴重的次生災難 染疫離世數字不詳 中國經濟發展遭到嚴重破壞 當局1月14日宣布 12月爆發大流行病海嘯至今 染疫離世人數近6萬 雖然比此前公開的高出差不多6000倍 但許多專家認為 這個數字仍然可能嚴重低估了中國實際離世人數 要出事 御林軍緊急換將 習晉升軍中黑馬為上將 中共官媒《憲華社》消息 中共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1月18日在北京舉行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進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中部戰區司令員黃明頒發命令狀 中共中央軍委委委員李尚福 劉振力 苗華 張生民等參加進銜儀式 這意味著現年60歲同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吳亞南陸軍上將 在擔任中部戰區司令員一年後卸任 財新網報導 2021年下半年以來 中部戰區司令員三度換將 此前擔任中部戰區司令員的分別是韓魏國 宜曉光 林向陽 吳亞南 台媒New Talk新聞報導認為 黃明今年由陸軍參謀長調任中部戰區司令員 等於是最接近權力核心的禁衛軍指揮官 可見習近平對其的信任 報導顯示 這次晉升上將的只有黃明一人 給人的感覺是一種緊急狀態下的特殊安排 中國問題專家李彥明1月18日評論說 習近平二十大後首次晉升上將 黃明成為軍中黑馬 中部戰區司令一年半三度換人 原司令吳亞南已調任軍委部門首腦 習近平這樣做的目的是強化軍權 內防政變 對外備戰 據《大紀元》1月6日引述中共高幹子弟透露的消息報導 中共當局突然無預警放棄清零政策 大流行病海嘯般擴散 無數人染疫沒命 其中包括中共高級官員和軍方將領 中共軍方退休的上將 大將很多將怨氣發洩到習近平頭上 此外 作為習近平執政的最大依靠的軍隊 目前似乎並不穩定 外界觀察到 2023年1月已過去半個多月 中共軍委一號軍令至今未發布 從2018年以來 依照慣例 中共軍委在新年之後身兼軍委主席的習近平都會簽發一號軍令 最新民調 川普在總統初選中領先德桑蒂斯 陣間諮詢公司週三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 川普在潛在的共和黨初選選民中獲得了48%的支持 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為31% 在其他共和黨候選人中 前副總統麥克彭斯以8%的支持率名列第三 前懷俄明州聯邦眾議員利茲切尼以3%的支持率緊隨其後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和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並列第五 都獲得了2%的選票 過去一個月 川普在陣間諮詢公司民調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45%至50%之間 而德桑蒂斯則一直在30%左右徘徊 其中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 在川普的選民中 有44%的人將德桑蒂斯作為第二選擇 而約20%的人支持彭斯 7%的人支持克魯茲 在德桑蒂斯的支持者中 略超過1%的人將川普作為第二選擇 而14%的人支持彭斯 13%的人支持黑利 民調機構發現 過去一個月 川普在潛在的共和黨初選選民中的好感度在提高 有77%的人對他有好感 而對德桑蒂斯有好感的潛在選民約有70% 納豆滋生的益生菌可對抗超級細菌感染 枯草幹菌是普遍存在於土壤及植物體表 日本傳統食品的發酵大豆就會滋生大量的枯草幹菌 已被認定為對人類有益值益生菌 在臨床試驗中 115名確定身上生有金黃色葡萄球菌均落的受試者 每天服用枯草幹菌 另一組人服用安慰劑持續30天後 研究人員發現 實驗組身上的金黃色葡萄球菌明顯減少 腸道中的菌落數量減少了96.8% 鼻腔中的菌落減少65.4% 可以說是成效斐然 而對照組沒有檢測到改變 首席研究員麥克奧圖博士說 我們發現益生菌不會劣殺金黃色葡萄球菌 但會發散一種干擾素 強烈地削弱金黃菌的增殖能力 團隊表示 這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性治療方法 適用於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的風險較高的人群 事先使用防範可能的嚴重感染 廣州白雲機場擺放這個雕塑 不幸辱華了 廣州市白雲機場擺了一個胖女子採縫刃機的雕塑品 想不到因此被認定辱華 認為此雕塑有損中國女性形象 據中國搜狐千里眼報導 白雲機場客服人員證實 接獲投訴 已經上報給相關部門 在調查核實後會決定如何處置 許多中國網友傻眼批評 為什麼會有損形象呢?我覺得挺生活化的 那就搞個胖的男的在旁邊站著唄 這有什麼損了?難道只能美女? 很可愛的雕塑作品踩了誰的尾巴?這是許鴻飛 肥女系列藝術雕塑之一 肥女是一種天性解放 不是瘦是美 感謝朋友們對我們的贊助 支持和轉發 由於黃標的原因 所以我們很多內容和標題都用了一些替代詞來規避 請多包涵 別忘了訂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在標註默字 試著記得跟蹼文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